现在老师来教各位同学怎么使用计算机 其实手机上面的APP 也有计算机的程式 同学可以下载计算机的APP 这样子你的手机就可以当作计算机 这种手机的计算机程式怎么下载 手机的计算机APP怎么下载 老师教一下各位同学好了 你就是这样子手机这样子往下拉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Wi-Fi 代表IFI 你就是要确认有上网 这个代表IFI就是你要先确认你有在上网 这样子你要点一下它出现蓝色的 如果是因为白色的代表没有上网 如果出现蓝色的才代表有上网 这样子你等一下才能够下载APP 然后呢我们就是回到首页 手机的首页 然后呢就是到Google的商店 Google的AEA商店 Google P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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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Google Play呢 然后输入 这边按一下然后输入计算机 记忆计计计计算 它这边就有出现计算机 然后一切让你选 你就直接选计计算机 然后你看它就会出现很多的计算机APP 或者是出现很多的计算机程式出来让你选 那老师是选这个啦 簡單 計算機 這樣子然後 你又是按安裝 按開啟 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 計算機的程式 的介面了 那所以呢你看 手機 現在就可以當成計算機來使用 那 這個計算機呢 C的話 就是代表說要清楚了 C就是英文的clear的意思 也要是要清楚 你以前 計算過的東西 這樣子你接下來才能夠計算 新的東西啊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算 8乘以 52好了 那要怎麼輸入呢 我們就是 按這個8 然後 乘以 52 這樣子 然後按這個等於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答案是 416 所以等於416 這樣子 那再比如說我們要算 906 除以 除以 18 等於多少 那我們就是按 906 然後 這一個斜線就代表除以的意思 所以 所以 除以 然後 18 然後按 等於 就可以算出來 它就來等於 50.33 33 這是 不能夠整除 所以它會有很多位數 不能整除的話 小數點後面 會有很多的位數 這樣子 那你可以寫一個 就是近似語這樣子 那再來 比如說 我們要算 8加6加3 加4 加50 等於多少 那我們就是 你要先把前面的清除 按C先清除變成0 這樣子 等一下才不會 就是 跟 就是這個 跟這個搞混掉 你要先按清楚 這樣子 才能夠把以前 算過的東西 先清除掉 所以老是按C 先清除 清除 這裡的東西 然後 接下來我們再算這個 這樣子才不會錯掉 不然的話 你如果沒有按C的話 可能就是 前面算過的東西 然後 跟這個 又搞混了 所以老是來算一下 就是 8嘛 然後加 然後6 然後再加上這個3 然後再加上這個4 然後呢 再加上這個50 這樣子 然後等於多少 我們就是按 等於這樣子 就是等於71這樣子 那有一些計算機呢 有一個不錯的功能就是 上面呢會顯示 剛剛 的計算過程 有一些計算機沒有辦法顯示 剛剛的計算過程 這種 這種有顯示剛剛計算過程的計算機呢 老師覺得是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你才知道你剛剛輸入的計算過程對不對這樣子 比如說老師剛剛是輸入8加6加3加4加50嘛 所以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老師拿來近一點讓你看好了 你看這裡就是出現 8加 6加3加4加50這樣子 所以呢 它就是顯示了剛剛的計算過程這樣子 然後這個 其實就是計算的結果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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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